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个平台上呢 我放的有王建勋老师的这个关于雅各病主义的讲座 它呢是比较学术性 我呢也做一期我的解读 但是我这一期的解读之所以有这样的一期节目是因为我上期出现了一个口误 也不是口误吧 确实是有时候这个知道分子嘛 这个知识不到位的地方 或者说搞错了地名和人名的这种事也是经常有的 说白了还是还是这个功夫不够 是吧 所以也不用解释 我说了什么呢 我说这个圣人托马斯阿奎纳 就是圣托马斯 我说他死了以后他的遗骨呢 就是葬在这个巴黎的雅各宾修道院 搞错了 这个不是巴黎的雅各宾修道院 是图鲁瓦的雅各宾修道院 虽然都叫雅各宾修道院 那么我就在想 这个雅各宾修道院和雅各宾主义 和这个这个雅各宾派 雅各宾党 这些事值得再好好聊一聊 为什么一定要纠着雅各宾主义 法国大革命 这些话题不放 其实我觉得这些话题还可以继续往下深挖 一直聊下去 仅仅就关于法国大革命就值得大说透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 大家会发现就是被称为叫白左的 或者是比方说加拿大 比方说我在的纽约 洛杉矶等等这些地方 有很多问题 社会问题 政治问题 觉得特别的不像话 但是这些不像话 你得知道它背后的这种理论 这种政治观念 它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就只能挖到它的祖坟那里去 挖到法国大革命那里去 挖到法国大革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雅各宾主义 还要挖到雅各宾主义当中的主流山岳派这么个问题 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 可能我们对所生活的这些现代的西方世界 也大体会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如此的这种左翼化 是吧 关于这个更学术一点的节目呢 是王俊勋老师的节目 我给他放在会员频道 因为涉及到这个版权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公开 如果谁想看 谁自己去加入到会员频道 OK 现在就开始讲吧 首先点一下这个博客是如何评论法国大革命的 他是这么讲的 说总而言之 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震惊的革命 在许多情况下 最美妙的事情是通过最荒唐可笑的手段实现的 以最荒谬的方式 最卑鄙的手段 在这片轻浮与凶残的奇怪混乱中 各种罪行和各种愚蠢的行为混杂在一起 一切似乎都脱离了自然 这是博客的评论 这个博客的评论呢 我觉得不只是在讲法国大革命了 放在今天那些左翼社会的荒唐 大家也能够看到一些端倪 比如说 这个一个女人自认为是 一个男人自认为是女人就可以参加女子比赛 难道不就是博客所评论的法国大革命所出现的这些可笑的事情吗 所以我今天的话题呢 就是聊一聊法国大革命的代表 雅各宾主义这么个东西 这个关于雅各宾主义的原流 它是怎么来的 大家去看建勋老师的课 我这呢 就是从一个知道分子的角度 简单的做一些解读 先说说这个法国大革命它的正式的 雅各宾主义的所在的这个雅各宾派或者叫雅各宾党人 他们的正式名称呢 是叫宪法之有协会 它是在1792年的时候呢 92年之前的所产生的一个派别 它在1792年的时候呢 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叫雅各宾派自由与平等之有 你看自由和平等 全是这些好听的词会 自由平等之有协会 所以呢 又被称为叫雅各宾俱乐部 或雅各宾派 这是呢 来自于一个多名我修道院的政治派系 多名我修道院 这个多名我派系是中世纪臭名昭著的这个 宗教法庭 宗教裁判所的 基本上就是多名我修会的修士 大多是宗教裁判所的这些 也充当这些法官吧 就是宗教法官嘛 所以这个派系呢 名声很不好 但是这个名声不好呢 也离不开 各界的丑话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往下讲啊 这个雅各宾派呢 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度主导了法国政治实行恐怖统治 雅各宾党人统治期间的刀块水热 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誉对法国人大开杀戒 所以我就有一期专门从理论的角度来谈一谈 自由平等博爱的话题 是我在上一期话题 雅各宾派他最早呢 是来自这个1789年创立的布列塔尼反保皇党 这么一个派系 1789年10月的时候呢 这个组织呢 就转移到了巴黎 在巴黎的国民议会所在地附近 租了一个叫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的餐厅 作为这个俱乐部的总部 因此呢 这个俱乐部呢 就得名叫雅各宾派 我记得这个国民 因为我去过一次巴黎就是 国民议会所在地呢 就是在塞纳河的南岸 就在河边上 他的雅各宾修道院呢 就在他的北岸应该不远的地方 立的非常近 对 雅各宾修道院是1611年有多名我修会的修士塞巴斯蒂安米夏埃利斯 他呢 所建立的 他得到了路易十三及摄政王玛丽美蒂奇 也就是意大利那个美蒂奇家族的美蒂奇 他们把他们家的姑娘嫁给了这个路易十三 是在得到他们的许可 在巴黎呢 建了这么一座修道院 雅各宾派的名字呢 是这个 这个就是雅各宾这个名字呢 它是中世纪 法国的多名我修会的一个倪称 我在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 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圣托马斯阿奎纳的尸骨 保存在雅各宾的修道院 这是一个错误 因为那尸骨保存在是 吐鲁茨的雅各宾修道院 不是巴黎的这个雅各宾修道院 所以呢 特此要更正一下 雅各宾呢 是他的拉丁文就是Jakbos 他对应的是法语的雅各和英语的詹姆斯 这个不用詹姆斯版本的圣经嘛 詹姆斯国王叫詹姆斯 就是圣经当中的雅各 雅各呢 中文就叫雅各 或者叫法语 英语可能叫雅各 英语就是詹姆斯 所以呢 这个雅各宾修道院呢 他是实际是圣雅各的这个修道院 说这个雅各宾派呢 就是因为这座修道院而得名的 然后这个派系呢 在革命当中产生了两个著名派系 一个吉伦特派 一个是山岳派 首先是1792年到93年的时候 吉伦特派在大革命当中取得了政治的主导权 他们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 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 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而雅各宾派的这个 其实代表呢 就是山岳派呢 他是1793年的5月 以马克西米联·诺布斯比尔为首的这个 这群人 他呢在排挤了吉伦特派之后呢 控制政府 一直到1794年的7月 这一派的 之所以叫山岳派 是因为他们在雅各宾 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在 当时的这个 国民大会上 他们的座位呢 位于会议厅的最上部 因此呢看上去像山或者叫山岳人 所以呢 中文可以翻译成叫山岳派 他们呢在无套库起义的帮助下 在罗布斯比尔的领导下 建立了一个革命恐怖政权 在此期间山岳派实施了恐怖统治 首先干掉的 就是他曾经的这个党内派系的 同志们 叫吉伦特派 几乎把吉伦特派的 最重要的一些人员赶尽杀绝 其实当他们进入 这个贾格宾派啊 进入到巴黎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最多的时候 他们的人员曾经一度发展到有50万人 所以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治派系 我刚才讲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底层支持者 是叫无套库汉 有一次我们在推特空间上 有一个河南郑州出身的一个小子 一张嘴就骂脏话 那个嘴那个脏啊 脏的都不行 所以我说他是无套库汉 然后这个加拿大的一个网友呢 就说他是这个二七大八公的这个子弟 就那德性 所以这个无套库汉就是这么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呢 他是法国下层的普通人 他大多是城市的产业工人 那由于18世纪的这个贵族和资战阶级呢 都比较流行 穿这个丝绸及这个七马裤 所以他外边是要套裤的 而这个工人阶级呢 穿的是马裤和长裤 没有外边的那层套库 因此被称为无套库汉 那可能也是当时的这个贵族和资产阶级 对他们的一个不太客气的一个灭称吧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说任何这个恐怖革命政权 他都离不开那些一穷二白和操纵的白痴 你看看中国革命就是这样 那些就是1949年之后 或者说之前也其实也是如此 就是说那些参与革命的那些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些人 绝大多数都是类似于法国的无套库汉这样的 他不像这个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虽然都是穷人 但是这美国革命他跟跟贫穷没关系 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 他们都是有个人很好的这个这个知识背景和教养 那文盲率极低 这个和法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法国在在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 好像他的十字率只有20%左右 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底层社会 那么这个无套库汉呢 他就真的就很像中国的这些红卫兵阶层 他在革命恐怖当中呢犯下了滔天罪行 在后来的战争当中呢 也大多都成了炮灰 是吧 在杀完吉伦特派后 山岳派的雅各宾党人 又在全国范围内镇压 忘带叛乱和这个联邦党叛乱 成千上万的人遭到逮捕和处决 雅各宾派影响深远 比他们这个这种短期的政治疯狂 更加恶劣的是他们的祸害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开始的我就讲 如果你想了解今天的自由社会的白左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往上追溯 一直追溯到雅各宾主义 后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 这个无政府主义不是指无政府资本主义 而是那种左翼的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均可以看作是雅各宾主义的嫡系子孙 雅各宾主义者呢 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弑军恐怖战争和冲突 雅各宾主义横行的世界 人人都成了野兽和国家的工具 人生的意义 从神的器免和自我的主权 转交给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 政府成了唯一的上帝 所以你看看今天那些 每天鼓吹什么教育 医疗养老三免费 指着政府无所不能的 那就是把政府当上帝来看了 这些人呢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雅各宾主义所屠毒下的徒子徒孙 毒蛇的子孙 所以简单归结一下雅各宾主义在当成造成的祸害 我呢把它大体归结成这么几点 第一开创了欧洲的义务兵御制 使得当兵不再是基于一种契约 而是对国家的无条件的服从 1793年的8月雅各宾主义宣布所有达到他参军年龄的法国男子都将被征召入伍 并且在战争期间暂停共和宪法 这使得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成为战争机器 这个他的这个做法呢 说实话在革命前的历任国王 即使是再专制的 包括路易十四太阳王都是想都不敢想的 说是这个直接征兵 直接所有的人直接为国王打仗 这是全民兵一阵这是绝对不敢想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旦革命了 人人都成了国家的工具 这一点对于中国的人的这种历史传统来讲 实际上习以为常 因为中国人生下来 对于年轻年的这种情治传统的中国人来讲的话 中国人生下来就负责两件事情 一件是替皇帝种地 一件是替皇帝打仗 而这对于欧洲社会 尤其是基督教社会来说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在漫长的分建传统当中 战争的 他绝大多数是个人与政府 或者是个人与领主之间的一个契约关系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入侵英格兰 他出发的时候 威廉他是诺曼底的公爵 但是他没有得到诺曼底公爵的支持 归族们不愿意跨海作战 原因有两个 第一 威廉要求这个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不在他们所规定的兵役义务范围内 也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领主 我跟我的这个上一级领主呢 我们之间的契约关系 不包括我帮你去外国去争取王位 所以他是一种契约关系 第二呢 跨海作战呢 要超过40天 这个超过了一个封城 对他的领主扶兵役规定的这个期限 这两点的理由呢 使得威廉在诺曼底 他没有带到兵 那怎么办呢 这个威廉呢 就到处去招兵买马 所以他开出的下马 就是你谁跟我混 吃香的喝辣的 如果你希望得到战利品和土地 想得到贵族头衔 OK 你们跟我来 跟我来混 所以呢 后来呢 跟着威廉去英格兰的这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法兰德斯 布列塔尼 安儒 美因茨和普洛瓦 这个普洛瓦图 其实是这些地区的 讲完了这个殡约制 第二个呢 就是极权主义统治 可以说是 在主流文明当中的 第一次的这种全然的极权主义统治 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 强制殡约制之后呢 法国将国家的全部 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到战争当中 雅各宾判呢 通过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直接统治 这个共和国 这个做法呢 非常类似后来的纳粹德国和共产党专制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形态 他呢 一共选出来12个人来领导这个公共安全委员会 并指导政府的各个部委 并来执行雅各宾公约的所有的政策 大概相当于就是中国的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之类的这种流氓机构 就产生了这么个12个人 然后这群雅各宾主义者呢 他通过法律在全国各地设立监视委员会 监视 是吧 摄像头那个监视 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用了逮捕任何反对雅各宾专制和反对战争的人 尤其是贵族 逃亡者的财产呢 会被变卖 雅各宾主义者呢 还颁布各种政令 将他的恐怖统治合法化和程序化 只要是怀疑是救证权的支持者 同情者 就可以直接逮捕处决 甚至是无需宣判 也大多也是没有审判的 就直接就处决 所以这点的恐怖统治呢 他不亚于中国人的这种镇压反革命 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雅各宾主义者实现了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极权 极权主义的这种政治形态 把来自路易十四时代的这个中央极权呢 也发挥到了极致 另外的一点呢 就是非常不人道 非常残酷的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这个无套库和无产阶级的这一群雅各宾主义者 以强力的手段欺压农民 这个农民呢必须以固定的价格出售粮食 价格不得高于政府设定的标准 就是像这个中国人比较熟悉啊 同沟同销嘛 对不对 如果农民拒绝服从怎么办 那所谓的革命志愿者就会被派到农村各地去直接没收粮食 所以这个列宁同志干过这事 毛泽东同志干过这事 只要是这种极权主义流氓都干过这种事 第三点是恐怖主义政治 1793年的5月到1794年的7月 一年时间30万的革命嫌疑人被捕 至少有一万人死于监狱 一万七千人被正式处决 其中许多人在革命广场上被送上断头台 在流血的狂欢中 罗伯斯比尔成功的清除了他许多的政治对手 1794年的6月4日 罗伯斯比尔几乎是一致当选国民工会主席 这种当选和这个所有的独裁者的当选 其实情况都差不多 大家自己就想吧 六天之后 一下法律就获得通过暂停嫌疑人 接受公开审判和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也就是到此为止 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罗伯斯比尔一上台的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一万四千人的革命敌人被送上断头台 所以这个应该是刘俊宁老师说的 说这个法国革命是怎么完成的 是通过断头台砸刀上下运动的速度来完成 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革命 不应该被批判吗 第四点是基于人的这种理性崇拜 革命政府颠覆了传统秩序 进行了日历重量尺寸和货币地区行政 对人的称呼形式 宗教等全方位的改造 最荒唐的就是他们特别迷信 实禁制 1795年的时候 当时的罗伯斯比尔政府可能是已经结束了 但是雅各宾主义者其实还是在继续 雅各宾主义从那以后就没有结束过 所以革命者他们强行推行公治 革命政府要改造日历 将一天化为十个小时 每小时一百分钟 每分钟一百秒 近年也改成了以秋风为首的革命力 将直角定义为一百度 圆周定义为四百度 他就特别迷信这个整数 维勒彻底打破传统疯狂的革命者 雅克纪姚姆图雷 他提议将法国封为八十多个完美的正方型单位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的不是三十来个省吗 这三十来个省呢就是把每个县都完全的化成大小 一模一样的正方形就这么胡作 这个事情是很可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你这个国家的 首先你这个国家的它就不可能是一个标准能被切割的 你这样就你无论如何你在边界地区 你会导致每一个单位它的面积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点呢 你考虑到这个河流山脉 栖息地土地布局等等这种复杂的因素 你这么搞 那就是整个就是它胡作了 1794年的时候 图雷的被送上断头台 显然上帝跟他开了个玩笑是吧 如同1949年之后 中国人互相称呼同志 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们呢 也将先生女士等传统称呼一扫光 使用功名义词来取代 他的功名义词是分阴性和阳性的 应该是分男女的 法语我不知道怎么读啊 大家知道就行了 就更进一步 包括鞠躬 屈膝礼 脱帽等旧时代的礼节 要一并要扫除 和中国的除四旧差不多 第五呢 奠定了基督教社会最重要的这种道德秩序 是基督教信仰 必须被铲除 改成有国家管理的宗教 应该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在路易十六时代 正在修的一个教会 那个一个教堂 那个教堂呢 还没还没修好呢 然后这个革命者呢 就把这个教堂呢 直接就给改成了 叫先贤词 建勋老师开了一个玩笑 说先贤词 说咸什么咸 里边埋葬的人 没有一个是咸的 先贤词呢 就是是一种很典型的 对把理性推到极致 上帝赶下神坛 对人的这种崇拜 把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793年的革命政府 摧毁了罗马公教的官方教会 创立了他们搞的第一个宗教 叫理性宗教 The religion of reason 用这个来取代基督教 取代罗马公教 巴黎的圣母院呢 也被改成了叫理性女神庙 1794年的时候 罗伯斯比亚呢 又用自然宗教来取代 这么个理性宗教 宗教被取代 或者是漫长的这个主导 或者是产生着这种 美德和这种人们 这种正义原则的 这么一个被取代 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埃德蒙伯克提出他的看法是 说人就其构成而言 是宗教动物 这是伯克的 对基督教的看法 说自然法则乃是不假思索 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 很简单 就是说这种宗教 它不是人为设计的 伯克又说 说历史只是上帝意志的 不断的展开 你们这些独裁者 用恐怖手段来统治 但是独裁者也知道 谁畏惧上帝 谁就会对别的东西 无所畏惧 所以就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对于中国 这样的一个社会 基督教信仰是如此的重要 你想一想 如果中国人今天都读圣经 都认同耶稣为王 他们还会相信 那个废物习近平吗 早就当屁房了 对不对 伯克坚信 宗教信仰是文明社会的 关键部分 取缔宗教禁锢信仰 无异于毁灭文明 对信仰的态度 对造物主与教会的态度 是伯克来衡量和否定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标准 国家应该建立在基督教信仰 传统习俗和法律之上 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 不是建立在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之上 而是来自于那些启蒙思想家的狂想 他们大脑当中所构建出来的 这么一个乌托邦 所以这在宗教和道德方面 这也是这个雅各宾主义者 或者是法国民大革命所犯下的 这个滔天的罪行 我记得那个国民工会的对面 就是协和广场 就是当年大革命的时候杀人的地方 我在那待了半天 那个广场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 在广场正北侧 有一个教堂 那个教堂呢 是专门为纪念那个大革命的受难者 路易十六和他的太太玛丽 建立的这么一个赎罪用的 这么一个教堂 第六点 这也是就是雅各宾主义 最坏的一个影响 它是现代形形色色 左翼思潮的祖先 罗伯斯比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追随者 叫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 这个巴贝夫 他是现代共产主义的鼻祖 他鼓吹民主和废除私有财产 尽管呢 这个无政府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这些词汇 在巴贝夫的词条当中 还并不存在 但是呢 后来的学者 在使用这些词汇 或者说在 他们鼓吹的这些概念的来源的时候 都要追溯到巴贝夫的思想 或者说他们 他们要想描述巴贝夫的时候 就不得不使用这些词汇 弗里德里西恩格斯和卡尔玛克斯 称巴贝夫及其追随者 是真正活跃的共产党的第一次出现 托洛兹基说和认为 共产国际的成立是 标志着继承巴贝夫革命一代的 英勇的努力和牺牲 所以你就知道 雅各宾主义和后来的 这些左翼思想的一个影响 19世纪的社会主义分子 路易斯·奥古斯特·布朗基 他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 法国大革命奠定的基础之上 这个恐怖分子 说了他们正用一句话 说公民们山岳已经死了 社会主义他唯一的继承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死掉的雅各宾主义的山岳派 他的真正的现代继承人 就是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 这是意思 或者说山岳派的已经成就了 因为革命总是要推陈出新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更高级的 更新的思想 可以这么理解吧 雅各宾主义思想导致了 整整的19和20世纪的 左翼运动的发展 雅各宾主义是包括 无政府主义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内所有的左翼思潮的政治基础 或者是来源 理解到这一点 你就会很好地去理解 当下欧美社会所产生的白左群体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上大体就是我对雅各宾主义 极其流读的一个总结 我本人是个知道分子 我一再强调这一点 所知非常有限 读者观众可以自行去研究和补充相关的史料